先吃一口 很棒 大家喜歡吃燒骨粥嗎? 今天薰姐找到燒骨粥 很好吃的煲粥 還有用美麵去煲 真的很棒 如果你怕它鹹一點 薰姐也要先洗一下 它是真空的 用水泡泡泡 因為它夠鹹 現在我們拿些米出來 放了這袋米 很多人買過米 我們這樣拿一碗出來 首先浸泡米 薰姐喜歡放幾粒的玄貝 這款玄貝是一絲絲的 我們這樣放幾粒 讓它更鮮甜 這些吃魚生的兩生油 倒少許 讓它更香 因為它燒骨粥鹹 所以我們不要放鹽 哇 水滾了 燒骨粥 放一些水 飛一飛水 它就不太鹹 待會飛好水 我們就放進去 這些燒骨粥很喜歡吃 我們放骨粥 放骨粥後 放慢火少許 不要蓋過 煮半小時 煮慢火煮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一個半小時就可以了 這個粥已經煮了一個半小時 已經很漂亮了 燒骨粥 薰姐這個 吸出來了 很棒 先開豆吉 很棒 這個真的 又降一下火 又滷燒鹹魚 你喜歡可以加些蔥 或者蔥 或者蔥 很棒